金城分局19号凌晨接到一名女住户的报案 半夜听到家中的小狗狗在屋外叫个不停 赶紧走出房门查看 竟发现一名男子蹲在储物间 满身的酒气加上屋内衣物散落一地 女子健壮不但不害怕 反而跟这名良性男子发生拉扯 虽然最后被挣脱 但是女子仍然记住车牌之后 马上报警处理 本分局在今天凌晨接获民众报案指称 有女子听闻家中小狗在外面吠叫 经查看发现一名年轻酒醉的男子 蹲在储物间 而且旁边衣物散落地面 疑似有被翻动过 歹徒见东窗事发急欲离去 女子健壮上前阻拦 歹徒急于挣脱拉扯间 招扯下上衣并骑趁车子离去 被害人随即记下车号报警处理 警方寻线锁定一名20多岁的良性男子 设有重嫌 经过女子指证之后 或束的歹人侦办 本分局到场后 查扣歹徒遗留的衣物 带回彩证 并依被害人提供的线索 锁定一名良性男子 设有重嫌 经被害人指证后 或束的歹人侦办 那经询问 以为行窃未遂 全案训闭后 将依违反刑法侵入住宅 及加重妾道未遂等罪 移送侦办 经诚分局表示 未来将持续加强夜间巡逻 尤其是偏眼地点 更要增加次数 这起案件 则依照违反刑法侵入住宅 跟加重妾道罪未遂等罪行 移送侦办